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李一钧一席大红山现身广州为首个内地演唱会造势 李一钧曾演唱过无数琼瑶影视剧的作品 婉君 雪科 一连优梦 雨碟等作品都快指人口 和琼瑶有过这么多次合作 到底琼瑶对歌手有着什么样的标准和要求 听听李一钧是怎么说的 一个女孩一名叫婉君 其他后面的歌词大家都没有印象 可是这八个词就是这个歌的开始 问其进一歌的氛围很重要 然后那也是我第一次唱连续续主题曲 所以我很记得光那八个词我就唱了六个钟头 发布会现场 李一钧演唱了代表作品 雨碟 风中的承诺 令现场的媒体听得陶醉 实力太魅力可见一斑 但是尽管唱功非凡 李一钧也坦言对这次广州歌唱感到压力很大 他透露曾经跟主办方要求第一场别选择广州 但是最后也是主办方给了他很大的信心 李一钧还透露这次广州演唱会将邀请到香港明星陈浩铭担任嘉宾 考虑到广州的语言问题 到时候将会和陈浩铭一起合唱一首粤语的影视金曲 至于是哪一首歌 暂时保持一下神秘 等到现场再做揭晓 乐视娱乐 广州霸道